你又要在台北的第一次女孩高校 從台灣 北一女躍移騎隊睽違18年 訪問美國演出 全隊127名學生跨年前 在洛杉磯近郊巴沙迪娜的行進樂隊 嘉年華會登場 北一女躍移騎隊美國行的第一場正式演出 今天在這個大學運動場上 與來自全美還有世界各地的行進樂隊隊伍 對著數千名觀眾來展現平常苦練的成果 現場觀眾當中除了有當地的民眾之外 還有穿著綠色制服的校友們 他們舉著國旗 要來為這群學美小綠綠們加油打氣 北一女這支隊伍以高二升為主 六月接下訪美任務後 密集訓練的同時還要兼顧課業 站在場上 樂隊負責吹奏 旗隊結合舞蹈 展現柔美力量 一隊師長發誓刀法和高難度拋槍等動作 全隊隨節奏變換隊形 成員自憑所有的環節都很到位 表現比想像中更好 觀眾也抱以熱烈掌聲肯定 不管是在數學還是在開學的時候 就是一直到今天我覺得大家都一定很感動 我們能夠發揮出我們就是自己的實力 北一女樂儀騎隊難得赴美表演 看台上也出現旅居加州的多位校友 身穿綠色制服 舉國旗高喊笑呼 為場上的學美打氣 看到看台上有台灣國旗其實我是非常感動 就真的是才能哭出來 我覺得其實就是 以代表台灣這個身分來站在美國這邊 其實是讓人家非常感動 然後也是支撐了我們這個信念 然後還有帶著教練的努力 學姐的一些期待 我們才能站在這邊 他們的表演都非常的驚豔 所以大家都本來就很期待了 現在更是覺得很驕傲 北一女四年前就已受邀 代表台灣參加元旦盛會 玫瑰滑船遊行 但中間經歷COVID-19 疫情和旅行限制 突破萬難終於在驚豔成行 練習過程是很辛苦的 但是因為為了代表台灣 能夠來到這次 Pasatina的一個Parade 所以他們花了很多的時間 但是也跟同學們 建立了很強的革命情感 我女兒是昨天晚上 昨天生日 她許的第一個願望就是 希望今天的表演 天氣要很好 然後不要有風 不要有雨 然後他們不要吊棋子 這場跨年前的行徑樂隊 嘉年華會是玫瑰花車遊行系列活動 來自全美及世界各地 包括日本和墨西哥等國的樂隊 輪番演出互相切磋 中央社記者林鴻翰 洛杉磯報導 有 see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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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